- 越南林志林海伦青桃,自暴与老公18年无幸生活。 海伦青桃老公是谁近日,被誉为越南林志林的艺人海伦青桃,向媒体弃诉惨遭18年丈夫败发奎多次家暴,称与老公结婚之8年无幸生活。 海伦青桃谎话连篇,不止深知,学历都是假,连所谓的记者会上次暴流产一事,今日也遭老公带发奎亲自推翻,坦诚是编的,只是为了要塑造两人有夫妻之实。 至于妻子万语夫二代一事,败发奎仍坚信妻子不可。 能做出这种事,因为自己都跟得很紧,认为妻子只是想要找安慰罢了。 据悉,这位原本打算与海伦青桃,在今年底结婚的富二代,在得知海伦青桃,已婚18年等真相后,情绪激进崩溃,而海伦青桃,自暴与丈夫18年来并无幸生活一事,也被推测是要挽回与富二代感情,就看富二代是否能接受说法。 另外,海伦青桃昨晚自暴因被丈夫家暴,申请保护令后,也向媒体透露目前状况,表示自己昨日逃出来。 后,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目前很安全,只是因为逃得匆忙,身上什么东西,包括衣服都没戴。 分享 上周五,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第四季凭借人机大战回归,可谓是吸睛无数,越来越多的观众表示更加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本周五的节目中,外号楼底林志颖的高颜,指选手谢超东,带着自己的技能强势来袭,宣战名人堂选手深一番。 原本扣人心弦的比赛,却出现了名人堂选手们集体反对嘉宾决策的状况。 心直口快的四朝元老陶金迎胜,至暗逢老选手排挤新选手。 今年二十一岁的谢超东一生如雅的书生装扮亮相舞台,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强的记忆力的台一上场就直指名人堂的记忆帮申一番,更是直接喊话,我要替代你,成为名人堂的一员。 后台观战的申一番也不甘示弱,卷起袖子自信回应,你先取得挑战资格再来吧。 现场火药味十足。 尽管现场战役浓厚,周杰伦却看得兴致勃勃,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不过,谢超东接下来的挑战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甚至在最紧要的关头,答案中还出现了错别字, 这样看似微小的失误,却引发了名人堂选手和嘉宾们之间的巨大争议。 魔方达人蒋立平直言,这样其实就应该淘汰了。 名人堂主席王峰也在现场不断给为昆明教授施压之前,也有选手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是算错的,所以你看怎么办吧。 他们的言论得到了名人堂选手们的负荷。 可是现场的嘉宾刘、国王良、周杰伦等人都表示,错别字并不影响结果。 在这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一分上,两方一时间争持不下,陷入了僵局。 一方面镇守名人堂的选手们,句句犀利,被点名接受挑战的深一番,甚至关注上一期节目中,答题,迅速并完全正确的尤东梅。 在他看来只有和尤东梅这样有实力的选手竞争比较有看头,和谢超东PK实在没什么意思,排斥是以抑郁言表。 而另一方面,周杰伦和陶经营却认为名人堂的选手们太较真了,没有必要因为一个错别字,而判定谢超东的成败,两方的争论甚至让魏昆明教授,也显露出了一丝为难之意。 从第一季第一期,就见证最强大脑的四朝元老陶经营看着名人堂选手们争执的情景,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不仅比脑力,它呈现了很多人类心理学现象。 你们名人堂里记不记得英豪来的时候,你们也很生气,现在你们又是浮复的了。 我觉得这个现象太,优趣。 这让模仿演示王英豪面露尴尬,的确,在第二季的时候,以王玉恒为首的老选手,对于王英豪的加入都表现出了不悦,甚至在上台庆贺的时候,刻意避开了当时的新人王英豪。 陶经营画里暗讽名人堂的老选手们,排挤着新选手的加入,场上行事一度陷入尴尬和娇着的状态。 这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最强大脑的选手之间,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和谐,而选手们的心态也并不超脱豁达。 然而,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在国宾总教练刘国良提出的加持要求下,现超东究竟能否完成挑战。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本周五晚21点10分,江苏卫视最强大脑。 责任编辑,刘书兰。分享。赞相关阅读。